你别动 今日不能再促持机会 到时候 给它捞个全尸送回北梁 也算是人知一尽了 别管见着那家伙了 等他赶到 徐丰年早死 齐点不动 左右两舰 击沉敌船 不溜火口 是送咱们来的 敌船 出门 那大杆子是干吗的 那是拍杆 砸船用的 拍杆重量惊人 这两下砸下去 怕船用没 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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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用敌人吗 准了 来 给我端开 爹 明天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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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勇将 好厉害 准备 快走 谢谢 你去世子吧 他让我护着你 你额眉 在 多传 好一个定战渡船 魏爷爷 能上那艘船吗 小事一撞 这是想靠人力 你把船拉过去吗 请前飞出手 什么小鱼小虾 你也别让我插手 这人莫非天生神异 我才是赤霞结局 我身体人 为侦 小鱼小虾 我身体的 你也别拿着 我身体的 还对我身体的 可以 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走 走 这位处本高手重队 今日一见 明度西纯 娶我神秘宫来 是 已经没事了 林家的人已经陆续送走 王伯救下不少人 郑云 警察 我们下降了 我们下个ゲージ 我们下来 回省 是 我们下来 哪里 很滑 2011 何涛倒是没白敲啊 大黄萍也差不多是他自己的呢 秋武到了 来了也不动 怕是吓破了胆 吴家见证不过如此 那艘小船进到了死沙 为什么还不走 他想干什么 这又是谁 是徐凤年吗 来位 见证吴六帝 你娘当年返出吴家 见证您生受损 这屈辱总要还上 母债自成 我娘的祸事我接着 吴家若有胆气 大可以来北梁讨债 你要接 便接着吧 这是什么 去南部 走 好 好 好 不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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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把我脑袋上人传 前辈是哪一位 关你求是 师祖 真气用的倒是熟了 那老头又是何方神圣 接着 来 好 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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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甲 小心 小心 小兵 那洪甲人又是哪儿冒出来的 小兵 徐凤年的船靠过来了 身边都是怪物 看来是杀不成了 把人带上来 是 你们关山 就别在船上了 我先下船 回城之后登门拜会 赵安王世子 有请北梁世子上船 那个死人 有些怎么来的 都怎么来的 这也没人 好 久闻北梁徐凤年大名 今日得见 名目续传 靖安王师主 正是赵某 这是要杀我 惭愧啊 赵某随水师演练 却为萧小之徒夺权 贼人大胆 竟然还想刺杀徐凶 幸好徐凶无事啊 赵某才松了可泣 不是夺权吗 怎么还把人绑上了 光才大乱之事 我借机出手将这贼子擒住 贼子夺传不算 竟然还想刺杀徐凶 当真可恨 她是谁 水师都统 围动之子 围围 射箭的也是她 就是刺 那她知不知道 这可是死罪 徐凶说的是 刺杀北梁世子 只能是死罪了 赵某不才 为徐凶 讨个公道 这刺杀 徐凶 消息没有 杀得够快的 魏国出奸 可不容坏 你这是早就备好了 赵某听不懂徐兄在说什么 你就一点责任都没有 毕竟是我属下独权 我虽无辜 可也算欲下无方 还请徐兄体谅 要不这样 我请徐兄持久谢罪 沾到血了 多谢 什么意思 持久就不必了 多破费啊 这就算是谢罪了 举凤年 不叫徐兄了 不叫 徐兄消气就好 雅量高致 靳安王养了个好儿子 佩服 什么事 靳安王养了个好儿子 伤心 啊 啊 就先弄手 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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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度卓绝 今日一见 果然不凡哪 冯天 这里无外人 你我叔侄相成便是 小侄见过靖安王叔 许老兄虎父无犬子 我的儿子输了你一大截啊 王爷言重了 你与我的儿子在吞神湖上 闹了一些误会 我的儿子面子不 不敢接你 只能是我和他娘陪着来了 让你见孝啊 还不认错 向徐兄请罪 都是误会 小侄哪受得起 寻歌一拜呀 奉年宽宏 这就算饶过你了 王叔果然虔诚啊 不认诚啊 日日念佛 定有菩萨享有 胆求名利增惠 能得善果 对了 我听闻凤年前几日 住到了某山岛山岛 是出离文 岛上王灵泉 王先生 是我麾下爱家 想不到 与你相熟 可谓交友广泛啊 实不相瞒 王伯从在军中任职 他是我的长辈 原来如此啊 那就让王先生 多陪奉年几日 等你走了以后 再让他回府中办事好了 不好意思啊 敬安王叔 王伯既是北梁旧部 那自然是要回北梁才对 落叶归根嘛 你说是不是 言之有理 是领遵的意思 这点小事 小侄自己便做主了 葫蘆 李梁 钟灵玉秀 赐您 已然是徐氏祈灵儿 胜泉子多姨啊 星舟才是人杰地灵 尤其是沈沈 真的好看 沈沈也信佛吗 他因为他是梿子 自驾侄儿相问 不必距离 是 也有礼尽 那即使这样 侄儿应该寻串手中送给婶婶 不必了 一片心意婶婶切勿推辞 不必距离 奉年好意 不化退缺 是 王爷 去吧 府中俗世繁荣 封年啊 咱们改日再见 把人恭送王叔 等我寻到了守株 就派人给你送到府上去 去吧 刚才我在街上瞧见王林泉了 但是他没来客栅 反而去了静安王府 王林泉莫非有反复 现在闲上了 什么 你来客栅 你爹知不知乔 这与你有何关系 事关紧急 烦请实情告知 他不知道 有没有法子回牧山岛 谁 我和你 船都被我爹扣着 你要回去找他就行了 不行 不能让他知道 咱们单独回去 你要做什么 你爹去了静安王府 你怀疑我爹 你有没有想过 你爹为什么要大张旗鼓地 迎我们上岛 从长远利益来看 他继续潜藏身份 对北梁更有利 还有 他为什么一定要把你塞到我身边来 难道你知道 他要救你的命 什么 不可能 不然你爹 为什么急着让你跟我走 跟你走才能救我的性命 毕竟为人父母 这都是你爹的计划 沐王家一开始就是弃子 现在回牡山岛 我才能救下王家 我徐凤年从来不打算按别人的规则下棋 行 我们走 你们几个留下 别让别人知道我离开客栈 我速去速回 保全王家 是自怎么离开青州 不走许晓给的路 不走许晓给的路 我就自己移山填海 造条新路出来 没船啊 我都说了 我爹扣着船呢 那怎么上岛 王姑娘 咱们现在赶时间得比你爹先回岛上 王姑娘 咱们现在赶时间得比你爹先回岛上 没船也能上岛 这是 大猿 有点见识 我第一次见 还以为是乌龟呢 还点什么 上来啊 ziehen 解决 武分 脑 侠 尽 第三 别看了 梅子 你哪儿寻的大元 小的时候不便遇上 今天就熟了 他总不可能天生驼背 这大元恐怕有自己的来历 要不你自己问问他 他还会说话 他还会念诗呢 都什么时候了 还有心思开玩笑吗 总比哭丧者连好 也是 大黑 咱们快去回岛 赶着救人呢 这是你给他取的名字 他长这么黑 这名字再合适不过了 你能招来大元这事 不能让别人知道 否则我会招来恨过 我懂 若不是事态紧急 我也不会让你知道 放心 我不会收出去 你为什么要救我们家 救人需要什么理由吗 你便安排好一切 如今你搅乱布局 就等于让金安王无路可退 岂不是很难离开新州 是啊 我也明白 我只要狠狠心 按照徐小凯的规划走 就能安然离开 但是人呢 有时候还是傻点好 人不是越聪明越好吗 之前三年游历江湖的时候 我有一个朋友 他叫做温华 是一名剑客 很厉害吗 我怎么没听过 他随身佩戴的是一把木剑 平生与人交战 从未胜过 木剑 穷 买不起真的 你怎么会跟这样的人 叫朋友 我跟老黄那个时候比他还穷 偷鸡的时候遇到他 一起逃命 后来就成了朋友 温华这小子 偷鸡摸狗 什么事都做了 衣服总是破破烂烂的 脸上呢 脏兮兮的 还整天嚷嚷 要做 就做一流的剑客 哪有这样的剑客 是啊 我也这么说过他 那你怎么突然提起他 我们结伴一起走过一段路 最穷困潦倒的时候 都快饿死了 有人出一百两银票 顾问华杀人 他杀了吗 他把银票扔了 因为要杀的是好人 我也问过他 都快活不下去了 为什么不把银票收起来 反正剑客嘛 总是要杀人的 他说什么 他说 他心里的剑客 可以拉他 可以混蛋 但心必须要干净 如果为了活下去 什么事都能做的话 就不配提倩了 你说这事是不是特别傻 他明明手里只有一把木剑 还好 我也是傻 把他这个话听进去了 所以 你不愿意牺牲我们王家 是因为你也想做个心里干净的人 我大概是做不成剑客 但我也想好好做个人 温华说人这辈子 最怕的就是心中有愧 所以我不想取舍 不想妥协 我只做我心中认为对的事 是很傻 我都不知道你这样的人 怎么接受北凉 是啊 我大概不是一块料吧 但我还挺希望看见 你这样的北凉王 不取舍 不妥协 听着很傻 但是北凉交在你这样的人手里 应该会很有趣 是吗 举家前往北凉 有什么疑问 这么大的事 是不是等老爷回来再说呀 就是王伯的意思 不信你问您家小姐 没错 我得让大家尽快出发 这太仓促了 医务家具 还都来不及收拾呢 只待钱再和随身医务 人先出发 其他东西回头再说 这 我还能骗你们不成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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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子 你怎么回来了 你怎么逃出去的 这是怎么回事 王伯回来晚了 已经有船启航了 什么船 他启航去哪里啊 回北梁 谁回北梁 咱们家 万万不可 人已经走了一小半了 王家此时不能走 王伯觉得下一任北梁之主 除了我还能是谁 非世子莫属 那既然如此 我下的令你要违抗吗 我 不是考虑 是大将军另有安排 是你全家换我出青州 对吧 事情不变 徐晓改了计划 如今不需要王家牺牲了 这么大个事我还能骗您不成 您赶紧上船 回了北梁 还有好多重要的任务给您呢 那 靖安王他怎么肯 放您离开青州呢 徐晓都安排好了 您再不走 才是连累我呢 这样吧 我有徐晓的手令 我给您看 王伯这是喝多了 快扶他上船 听世子的 快把我爹扶上船 立刻出发 是 你打我爹 不然呢 不打 让他留在这儿等死吗 打了 就打了吧 这才是孝顺女儿 这样 你来主持这边 尽快搬走 累赘就被带了 你去哪儿 没相反 要不 你跟我们一起回去 我又不会被量 可是你就这么回去 靖安王会让你离开吗 我有办法 要不 我用大黑带你逃出青州 青州那么大又不是都通水路 再说了 我走了 客栈那些人怎么办 都交给靖安王吗 不是 别想了 再想巴你也打云了啊 你敢 最快速度离开这儿 还有邻家幸村的族人 也带上 我知道 你自己小心 走了 我们在北梁等你 好 别死 我等着看你接受北梁 然后让天下更有趣是吧 我说到做到 你还缺丫鬟吗 不缺了 再见 分蛋 千年龙城 你能不看一看 放心 就算要杀我 也不会是今天 更不会在城里 还是要紧身小心些为好 狮子 郭公主 不要 我用力了 我用力了 不能 你怎么在这儿啊 没见着睡觉的 哪家公主那儿顺来的衣服呀 还顺两把道 回头咕噜找过来 你别连累我 你小子呀 还是这个拉扯样 还没扬名一半的 什么废话 你要是真有心 衣服扒了 换点儿酒肉 咱们俩好好吃一顿 寻点儿酒肉 哪儿过来的 早跟你说了 我是北梁世家子 不信 请用 麻烦你了 弟媳妇 温公子 你看是误会了 我只是个丫鬟 姑娘这般人物 若是丫鬟 太没天理了 她是欺负你 你跟我说 我帮你说说 说真的 你到底为什么来想法 看上个小娘子 那是沈亚全 又看上了 为什么要加个又字啊 我这次真喜欢 哪次不是 我老婆跟你说 老黄呢 没跟你一块儿啊 老黄没了 死了 死了 老黄啊 老黄啊 好人哪 别人死后我不管 老黄那回 我得去看看 来哪儿了 死在洞海那边 你怎么说 没粉 跑那边干嘛呀 那些年遇上你们俩的时候 老黄整天唠里唠叨的 我真觉得烦 现在不在了 还有点寂寞 是挺寂寞的 是挺寂寞的 干嘛呀 你看怎么样 老黄都得觉着丢人 有人来 就得有人走 这就是江湖 嗯 走 要是老黄在的话 这鸡腿轮不着 我也吃不着啊 去的那儿了老黄 吃的那儿了鸡腿 老黄那儿菜呀 鸡皮肤都挣不下 喝一个了 记住了 有人来 就有人走 这就叫江湖 怎么了 那没错 你喝什么 你喝什么 那那什么 你回避一下 不合适 这有时间不合适 许晓子 许晓子 不好意思啊 我刚才有点失礼了 你去远点 有动静 你去远点 找了老黄啊 要不要跟我昏一路 我饿吃一顿得了 总那么干太想服了 再说了 总想服 哪有心思练剑了 你可别耽误我练绝式剑法 你那就是自个儿瞎练 哪有什么剑法 你那边一会儿宽 你帮我揪点 那时候我给自个儿留的 别那么小气行不行 你帮我揪点 你就凑合凑合吧 我 这我怎么凑合呀 你呢 舒服了 不走啊 我也该走了 欠你这顿酒肉 回头玉上再换 去哪儿啊 北莽边境教教 边境怕是要乱 你优着点 你怎么知道的 你真是北梁世家子 可不是吗 甭管你是什么身份 但 反正我是把你当兄弟了 可不是吗 乱点好啊 练剑 就靠乱 养剑一 好 那我等你早日练就绝世剑法 我将来遇到麻烦 找你党 欠你顿酒肉 还得给你卖命啊 行了 不跟你婆婆妈妈了 走了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能再遇到 江湖说到不大 总会相遇 馒头白呀白 白不过姑娘们的手 合尖 翘呀翘 好 笑不过小娘没眼上 走了 江湖说到不大 总会再见的 蓝头白呀白 白不过姑娘的手 合尖 唱呀翘呀翘呀 不过小娘们 没眼上 唱的都是什么呀 我们自个儿编的小曲 师子 这位温公子 是您外出游历时候遇到的 是啊 陪我和老黄走过一趟 看你好像很看重他 我 你 要按李前辈所说 那这些纹路 是传送真气 红甲内部转刻 极其复杂 我一时半个 看不透 不需要重造红甲 能不能找到弱点 要是从这个角度看 倒是有几个点 可以尝试攻击 或许 可以让红甲的行动 纯织以上的 那就好 世子觉得 福江红甲 明天还会出现 如果要杀我的话 明天是个好机会 君子不立位墙之下 世子既然知道危险 不如迅速地离开秦州 继续动静 走不掉的 我既然让王林泉离开秦州 锦安王就不会轻易放我走 世子 已经有了王爷的风采了 我可不想学他 魏爷爷 若是明天福江红甲再现 还请魏爷爷劳心应对 我再看看 是 世子 你没必要守夜了 你 mat 我已经和你说了 你母亲和林家的人 和王博一起离开青州 已经安全了 我知道了 那你还留得相反 我的意思是 你不用跟着我 你要赶我走 不是赶 徐骁把你留在我身边 本来就是把你和林家当作筹码 现在人我已经放走了 你没必要留下 你可以去找王博 他会帮你安顿家人 可是我娘说我已经死了 没有资格姓林了 但毕竟你娘还活着 你没必要留在我身边 我呢 我肯定也没留在我身边 你现在十五五三终便 你老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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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想我 你老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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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全天下的人都说你们许家是国贼 可最后给我们林家一条生路的 却是你们负责 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我也不知道我这一生做的这些事情 它有什么意义 但是我答应过你 我会用性命护你周全 就算是我这么失败的人 我也想说话算话一次 我不会走 我会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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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不是让宁儿眉先带你离开吗 我干吗要走 你听我说 明天卢伟荡 霍夫难料 让宁儿眉先带你回牡山岛 宁儿眉和凤子营都在岛上 你要把我丢在岛上 当然不是 让你先行离开青州 然后再跟我们会合 那要是不顺利呢 不顺利的话 我估计就死了呗 你可以海阔天空 恢复自由之身 我不走 怎么回事 你这是要跟我共患难啊 如果明天真的到了绝路 我会亲手杀死你 许凤年 你就算要死 也得死在我手上 好 那也不错 不用要死要活了 不用要死要活了 有我在你们谁也死不了 您怎么进来的 您怎么进来的 什么时候 在那边 死死活活说情话的时候 老头 你疯了吧 我说我要杀死他呀 请你个鬼 我这是在放狠话 前辈找我有事 陪我出去逛逛 出去逛逛 咱俩 嗯 前辈到底是在逛什么 离开北梁前 徐潇求给我一件事 他说如果事不可为 只要你开口 我就单独带你逃回北梁 我现在问你要不要逃 其他人呢 我只剩一只手 只救得了你一个人 多谢前辈 我不想逃 你想清楚了 命就一条 死了就没了 我这人命硬 还记得那招一见闲人跪吗 他怎么可能忘了 走 我一直偷偷待使 但始终无法入门 无意的根本是什么呀 力量 速度 技巧 还有经验 开始是这样 但人力中有穷尽 当古者陈旧一评 力量速度都到了人身极限 就要将天地之力 融入武学之中 到那时候 星星反而成的关键 你的执念思想 会主导功法 人心改变功法 错 是功法 人日人心 怎么样 你说你这个技能 他就是个技能 怎么能学习 您的事 你怎么能学习 你还能学习 你能学习 我听你订阅 你会有能学习 你自己的技能 我用身分的变成 你觉得很重要 你就被剧了 你不用得来 你不是你把你带啊 你这样的程度 岁后有个命 你再算回 摩射员 这就是仙人本质 什么是神机 草木破土逆天而生 这就是神机 天道有生有败 要做仙人 就只留神机 斩去衰败库王 当年 我创这招一见仙人跪时 兴起正傲啊 瞧着那群庸鹿之辈 口口声声逆天 他们要逆天 要做仙人 我李淳刚 偏不屑于这群废财为伍 我这一件的真意 就是要借天道之力 威压众生 斩去无能者的脊梁和妄念 让他们知道 有我李淳刚在 天下无仙 你小子有了大皇庭啊 基础就够了 再加上 你这个骄傲性子 与我当年 倒是有几分相似 拿捏好这其中的本意 或许便能入门 那这一见仙人跪 是您最强的招式吗 我随手一见便是最强 对对对 不过要说最擅长的 那当然是两袖青 是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